先講大形勢 拜登昨天下午就回到華盛頓 回到華盛頓上飛機的時候 記者在那裡上飛機圍著他 死的叫你為什麼退選你 他就不回覆上飛機的經過 不走日 但是就回到華盛頓之後 拜登這麼久出來 已經上星期一 日子過得好像很多事情發生了 但是星期一分 他宣佈退選 宣佈退選一隻一粒字都沒有 是那個推的 自己說的 到第二天下午就打了個電話給他 他的內閣都不是他通知 他的內閣是他的Chief of Staff 他的幕僚長去通知 這些外國的部長你們要這樣通知 後來跟他打了電話下午 聽到聲音聽下去還挺好 但是那個簽名的人都覺得很奇怪 就不像平時的簽名 平時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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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加個S 是的 還加個S 他們懷疑不知道誰簽的 因為他老婆簽 不過他老婆還沒出來說話 所以很多傳言 今晚應該是九點鐘 他對全國廣華看他怎麼說 但是這個是拜登本日 卡馬拉·哈勒斯立即上位 上位很厲害 他準備了很久了 兩年都不止了 不知道啊 不是的 不是的 如果不是他辯論搞成這樣 而且如果特朗普大難不死 他死了就不能說了 怎麼說呢 他真的有經驗了 二十九歲開始靠份上去 這次小三上位很有經驗 立即就拔著他 開始打這個我黑人啊 我女性啊 這個牌就出來 他初時講的時候忍不住 還笑了幾次 現在忍著不笑 忍著不笑得這麼難聽 那些笑聲大家都知道 很知名 他上去立即 一天幾之內 民主黨那些人就給了他一個億 從來沒有募捐快 給了他一個億 原來不給拜登的錢 全部給他 那很快 現在代表 五十個州的民主黨的頭 個個都站在他身後 很快 就是說不想他上那些人 民主黨就好像真的好像 我就有形容 那時候特朗普被人打了槍 就沒有出現踩踏事件 那些踩踏事件很厲害 多謝特朗普起來 一舉手大家不動 就沒有踩踏 民主黨這次選了 賀錦麗 直接就是踩踏事件 爭著他捧他 是啊 就是一個人衝了 初時的時候 個個都傻傻傻 行不行 很多人還說 就是找個嚴肅些的人 突然間民主黨的大腦一轉 那些大腦 誰先轉 克林頓夫婦先轉 所以我今天patreon 我送了一篇 紐約時報 Hillary Clinton登的文章 這個文章 他基本上 他就說 你死打女性派 女人 我們女人如何 我們女人如何 我都說民主黨的下半身 是選總統的 選什麼都是下半身 真的很頂不順 如果不是女性 就是變性 不是變性 是同性 就是你下半身 決定上半身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說 那他就立即那些錢 Nancy Pelosi 昨晚應該出了聲 支持他 奧巴馬還沒出聲 奧巴馬 薩加伊很公正 很公正 就說要代表大會的過程 但實際上 現在全部集在他後面 民主黨的媒體 哇 你看到那些共產黨的宣傳 都沒有這麼厲害 共產黨的宣傳真的沒有這麼厲害 為什麼呢 共產黨如果捧哪些人宣傳 是要中宣部統一 有一個好報下來的 是 他報紙上 民主黨這裡 他們有自由社會 大家各自發揮 但是各自大家 那些自由派媒體 一樣全部去捧到他 你都說 不認識這個人 現在民主黨做兩件事情 就是左營媒體 一個就是將拜登說 你想想他們 轉實這麼快 就是一個禮拜之前 拜登下台 講了很多難聽 我現在捧到他是美國最偉大的總統 我都不知道那些人 我真的很受不了 我一向都覺得 很久以前 我70年代 不是我60年代就來美國 很久以前 尤其是我在芝加哥 那時候暑期工 我在芝加哥打工也認識了很多人 芝加哥我們叫做 Dally Machine 那時候做高樂市長 叫Dally 是的 Dally 幾代 他們真的有副機器 永遠都是他們贏的 裡面有很多出術的 很多作弊的 這個出術最明顯 60年 Kennedy的票量 多了10萬票 後來只是墳墓 他們拿出一張錢 就數了6千多票出來 都沒有數了 數了一個墳墓 所以民主黨一向都是這樣 他們有這副機器 那副系統都控制了 你投訴什麼什麼 現在加州都是有這樣的機器 所以很難贏的 你哪個上去 Harris上去也好 哪個拜登也好 他那副機器一操作起來 每個人都這樣歸隊 投票的 所以現在特朗普不是在對付Chamera 是在對付這部機器 大家一定要知道 我們在美國就知道 他們那副機器裡面很離譜的 做些事情 所以我說 我為什麼四年前 對他的選舉 覺得有很多作弊的地方 很自然的 民主黨就是這樣的資料來的 專門做這些犯法的事情 是很難看的 包括你說金乃迪這麼受尊敬 原來他的選舉都是偷回來的 這樣就糟糕了 所以我一聽到民主黨 大家心裡要明白 共和黨的人一定要面子的 不是說沒有 但是很不想做這些事情 他不會主動去做這些事情 所以這次 現在不是Chamera的問題 是這個機器的 它沒有辦法開動 被拜登出來這樣說幾句話 破壞了機器 機器停了 現在拜登走了之後 整個機器可以起動 所以就這麼強 你真是幾感慨 這次媒體過山車這樣打 那些媒體的信力真的沒有了 公信力沒有了 公信力沒有了 昨天有一篇 我不知道有很多的Patreon 沒有 一分鐘沒有停過 可能送到Patreon 如果一會看到沒有 就是昨天 Patreon 你見到 是 我讀了 整篇我讀了 是 很有意思 這個Patreon 是誰呢 就是原來 這年來的州長 芝加坡出來的 跟奧巴馬好朋友 很多時候他拔了奧巴馬上去的 是 所以奧巴馬就選了做總統 他的參議員席位是空了的 空了奧巴馬 你要指定誰 他要做州長 他指定的參議員 是 誰知道 他跟人說 他軍隊出來 直來直去 就說 你要捐多少錢 過來 就是跟他們的campaign捐錢 啊 被FBI聽到 被FBI聽到 被拘捕了 判了十幾年刑 坐了八年牢出來 跟黑頭髮的英俊 很英俊 波蘭日後裔 很英俊 很滿頭白髮 滿頭黑髮 出來滿頭白髮 他老婆 後來我去找特朗普 我老公這個很冤枉 他說當時奧巴馬上去 很多人問他共和 他為了平息一下那些人 不滿 就判了他 特朗普是好人 特朗普是忘查查 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 他活得到那麼多 就將他特赦出來 特赦出來 特赦出來 從民主黨變得挺 特朗普 他說進去被人折磨 很多東西都說出來 真是 這麼大的州長 所以他昨天就寫了這篇文章 因為他就說他和奧巴馬之間的關係 他就怎樣去 這個指甲鋒就算 我最知道的了 我是那個孫出來的 大家的披著就看了 我放了出去的了 所以大家要明白 這個民主黨 這次 他現在脫掉了拜登之後 他整個機器開動了 很厲害的 而且他們報復式的 來想辦法來追回 跟特朗普爭得太遠了 報復式的用Camelan來追 不關Camelan的事 關鍵是 那個機器後面 一開動就很厲害 Camelan有黑人票 又有女人票 那裡有幫助 那最慘的是共和黨那裡 他們就是 反對墮胎那裡 是吃虧的 變成那些女人說 經常都說 那個權力是歸他自己的 和法律無關 這個矛盾就 一向都很厲害 特朗普上去改了 是的 他就是由州負責 由州負責 而且不是他在共和黨的那個黨綱 那裡 改了就是說 給人更多自由 特朗普逢止 都不是這麼反對墮胎權的 那些女人自動覺得共和黨是反對的 就是有些少少 那些女人支持民主黨的其中主要原因 就是民主黨是贊成墮胎的 我現在覺得誰去支持民主黨呢 就是自己以後米圓別人 就搞得一塌糊塗的事 所以我今早 我剛剛還推了一篇文章上去 這個是特朗普那裡傳出來的 傳出來特朗普的一個文調 很有名的 就是Tony Fabricio 他就和特朗普寫了一個 就是說 你們記住了 賀錦麗有這個 這個蜜月期 不要緊 你等這個蜜月期 什麼都過去之後 你再去打回那些政策 回來 所以他就做了這個分析 那是對的 現在的蜜月期 就是排山倒海的文章過來 是 報復性的 他那些人前一陣子沒有面子 又幫拜登幫他們 掩飾他的事 又說謊 說了那麼多謊 這次他們要反擊 這是很正常的 實際上 是 我自己覺得 卡拉雅 他死扶了 最後扶不上場 大笑一場 那些笑就是浪笑 那些真是沒得說 照幾次再說幾句 好像講的 講布克蘭 他們第一個 亂說過 去了歐洲 說布克蘭要加入北約 稍微等你敲門 不要緊 你繼續說 執房的人 是怎樣敲門 我沒有辦法 我幫阿晓訂了一間房 那間是法國酒店 所以你看到 睡房有洗澡缸的 那些法國人 很浪漫 你都沒有去過法國 那些巴黎 這些人不是法國 法國為法國 就是他們做的那些事情 我們想不到 那種奢侈 那種的那些事情 他們法國人在做這些事情 而且沒有沽頭 你還是住美國人的強靜的地方 這個地方好過 你不理你那麼多 剛剛說的卡拉雅 它講過 它話真是這麼說 我真是很頂不去 說烏克蘭 烏克蘭是一個在歐洲的國家 我一句都不變 烏克蘭是在歐洲的國家 他旁邊有個國家大過他叫俄國 俄國覺得自己大過他 就是侵略小的國家烏克蘭 這個是不對的 喂 喂 小學生老師都不是這麼說的 他蠢 我不是說他什麼 是會他一路躺上我才知道 那些政策 什麼都不懂 蠢到美國總統為什麼這樣 民主黨那些人都是因為女人是黑人 都不能上去 拿國家來儀欺 整件事真的 跟現在中共搞的事情真的不差不多 不是啊 中共沒有那麼儀欺 中共沒有那麼儀欺 老實說 小學你講的問題 中共儀欺去了哪裡呢 儀欺了經濟那種破壞 因為你不是做生意你就不是很冷 我們知道中共那種儀欺 它不是破壞現在這些東西 它破壞了那個經濟 那一刻就大件事 你看大陸現在那種問題 你如果 全部它真的自己一刀一刀自己查下去的 沒有那麼難搞的 我在美國的發覺就是 他們一樣的儀欺 經濟民主黨那些不儀欺 現在何錦麗 最大的議題是當時 每個黑人賠一百三十萬 你說這個儀欺 你說這個儀欺 那些這樣的儀欺 你真是皮膚決定了 別人這樣去剝掉別人的錢 真是 它DEI上來的 就要上去就講明的 大推DEI 真是 九百多元不抓人 那個也是它發明的 是啊 不抓人做什麼 捐證的人出來 900元不抓人 你說大陸沒有那麼儀欺 現在大陸什麼時候 有九百五十元不抓人這種事情 就是社會秩序 好儀欺的 所以 支持搶劫 支持什麼 因為它歷史上受過壓的 就是這樣 他們以前在加州試過了 黑人搶九百五十萬 有兩個華人試一下 立即被人欺負了 會抓人 這個顏色不對 這班是種族主義者 上去這班 真是 好恐怖些 左翼種族主義 更恐怖過什麼 所以 但是民主黨 有些這樣的人上去 真是 你怎麼看美國的華人 美國的華人 美國的華人 第一代 就是 保守多的 除了有些 跟共產黨親那些 當然支持民主黨 好像紐約大學 那天李兆文才下來 美國的華人 美國的華人 最喜歡的一個客人 就叫做紐約城市大學的夏明 那個人 我在台灣見到 我和他站在旁邊 他跟我說 他說人民很恐怖 嚇鬼到我 還沒見過 在台灣的立法院裡面 在那個港台那裡 我和大家參觀 他這樣跟我說 這個代表人民 他說人民很恐怖 嚇鬼死我 我還沒見過這些 然後沒有知識 沒有辦法 美國的教授就是這樣 跟他對我的朋友 李兆文也是做教授 他生氣到 真的 變得 又蠢又壞 這些就是美國 美國左翼的 華人中的寵嚴 都是這樣的 就是 壞到 壞到 差到 一邊捧共產黨 一邊捧民主黨 就是這樣 那就沒有辦法了 或者那些華人 自己你看到 共產黨現在用很多力 出來挺民主黨的 就是那些社交媒體圈 你看看微信圈 那幫人 我後面有一個紐約 我都不講哪些民運的人來 我說 川普 你消息來源是哪裡 微信講這個微信 微信都可以做消息來源 這麼厲害 是啊 不是啊 主要消息的來源 還要號稱知識分子 全部看中文媒體 所以我有時候我受不了 我看不到英文媒體 現在檢查GPD這麼容易 是不是 我看了一篇文章 我會對過的 我不會讓他這樣出去 我會對到他順了為止 改過 我就為了這個 但是呢 這些 這麼嚴肅的文章 一定是 人家看起來可能沒有忍 看誰跟誰打架那些有忍 沒有辦法 但是我又不會改 民主黨那邊 共和黨那邊 現在正在做基層 是 特朗普那個地方去的 他現在正在供一些州 好像他去明尼蘇多 嗯 很左的明尼蘇多 是啊 1984年選了Mondang 不選Reagan 真的 只有他 只有他和華盛頓特區 但是明尼蘇多在選 Virginia 明尼蘇多 New Mexico 這些左派州正在選 所以賀錦麗上去 就是 這個估計 我要看那些民調 現在還沒得準 因為這麼時間短 你看一下 就是他的全國民調 我估計他們要拔他上去 什麼是加州 什麼是人 但是呢 搖擺州民調 要先慢慢看 那個比較重要 關鍵 關鍵現在是 還沒決定那些人 那些票是主題 那些紅藍那些已經定了 現在差不多 差不多沒有人還沒決定 到這個時候 是嗎 平時你說很多人還沒決定 今年呢 不是的了 我剛才放在PBS的Thumbnail 就是PBS的民調 特朗普領先1% 但是還沒決定 有9% 你怎麼看 很多所謂還沒決定的人 就是免得跟你講 就是免得跟你講 他不想公開自己的傾向 是的 那時候 我想著我經常被人說 還沒決定的 因為問了我 我說還沒決定 就免得我 再問 有時候不投 就免得你下次騷擾我 是的 是的 不是 我只是說 港未決定 那些多數是民主黨 還是國和黨 不知道 港未決定那些 就是那些 原來他還沒脫定 現在懶得說 很多 特朗普的人 懶得說 怕被人罵 因為他們那些 那些很流氓的 那些人 那些社會 他住在社區裡面 那些多數都是左派 尤其是加州 投票都被民 就是投特朗普都要被民 是 所以很多人 政治正確搞到他 特別是何錦麗一出來 就說 黑人女人你投不投 大家心裡說不投 但是都要投 不知道的 那些民調不准的 嗯 那現在 共和黨內部 怎樣情況呢 共和黨內部 幾團結都沒有問題 就是以政制動 就是不動 就是跟那天開會 那樣下去 很團結 是的 一個都沒有 就是沒有什麼不好的新聞 是的 所以全部眼光集中 在賀錦麗那裡 那到 他現在是7月底 他都8月19日才開會 還有三個幾星期 那這三個幾星期 就中間出了什麼事情 嗯 他看起來挺好玩的 好 那就是一件事 你覺得 現在共和黨對中國的政策 跟進去 有效果 谢谢观看